大家好 我是小萊姆 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 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跟著萊姆一日遊 走吧 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 大熱鐵的 靠北喔 太陽好大 我們今天要去台 主要是要去台中 坐火車 看吧 我要從樹林火車站出發 然後去板橋 跟一個人會合 跟誰呢 看了你就知道 走吧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樹林的月台了 等一下我們要坐火車 先去板橋 跟神秘人物會合 聽說他剛買了新車 那到底是買什麼車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我好期待喔 他會不會是買了一台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板橋車站 但是板橋車站說實在我實在是很不熟 然後 應該是 他說是大圓白 然後我就去大圓白那邊 找看他吧 大圓白那邊 所以我現在在等紅綠燈 等紅綠燈過了之後 我就可以過去了 我先走過去那邊好了 哈哈哈哈 他今天很興奮的跟我說他買新車 哈哈 所以我來看看他的新車到底是什麼 然後買了一台新車 所以要跟我們一起來去 萊姆一日遊 然後 等下來 期待一下他 到底買的是我們車吧 我們現在到了 我們現在到了那個 那個 我們的神秘人物出場了 他的新車就是這台 來 Porsche 而且是黃色的經典房 超漂亮的 我們今天要跟著他一起去 我們要跟著他來去那個 算什麼 萊姆一日遊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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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坐你的車 來去 出去萊姆一日遊 好 順便去逛街一下 好 一件事情就是Porsche的行李箱 是在前面 好 我剛剛進來要去從後面 後面也有 進來要從後面 哈哈哈 走吧 我們今天開Porsche 出去玩了 走吧 好了 好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那我們現在要上車了 準備要來去 一日遊 那今天要去哪裡呢 我今天要去台中 台中 不是台中 要去台中 然後我們神秘人物呢 要開著他的新車 所以要去溜達溜達 所以我今天就有幸 坐一下兩人坐的跑車 Porsche 718 嗯 對嗎 2.0 單車火 單車火 新車而已 這是你用車 這個是入門款你用車 入門款你用車 沒關係 我們可以 開出來玩一下就好啦 溜達溜達嘛 對啊 要不然這麼熱的天氣要幹嘛 對不對 對啊 騎車太受不了了 那我們今天到底要幹嘛 等一下就揭曉給你看 這支台車 這支差不多坐了一下子 這台就是Porsche的那個718 然後 我們大概看了一下 它就是一個非常單純的 所謂的二人座 後面是沒有位置的 所以它是一個純純的雙門的 算是Porsche的入門跑車 算是 算是 它會自己換檔的話還是你換 你換的 撥片換檔 哈哈 然後這個車 它在換檔的時候 我稍微來給它介紹一下好了 這台車它換檔的時候 非常綿密 它不太會有頓挫感 然後降檔的時候 那個聲音都感到很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 我們家的神秘人物說什麼 他說 工作壓力太大了 稍微擠壓一下 嗯 我們要出來擠壓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就開了這台車 出來好好的玩 出來好好的萊姆 一字有 然後我們大概看一下它的 它的內裝 它的車子的內裝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中文介面的喔 它的那個儀表是中文介面 然後它是很騷包的買那個黃色的 哈哈哈哈 一定要黃色的 一定要黃色的對不對 後續 後續 要嘛就是 黑色要嘛就是黃色的 對吧 那個經典嘛 對吧 然後我們繼續 享受一下我們的 跑車帶給我們的怒吼聲 走 看到它喔 這台保持節 它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喔 它這個是自杯架 我想說這裡放一個飲料 然後它就這樣子按開 然後 按下 嘿嘿 自杯架耶 兩邊 兩邊的自杯架 好可愛喔 好方便喔 這個可以放飲料 這個 光是這個飾板 這個顏色就要加錢喔 嗯 哈哈 兩萬塊 哈哈哈哈 兩萬多 兩萬多啊 好笑 加這個黃色的要錢 那不然是黑色的就對了 對啊 是選配的 現在來到的第一站喔 就是烏日的製程 那我要來幹嘛 當然是拿貼紙 拿最新款的貼紙來給它 那當然我們來拍一下我們今天最漂亮的這台車 哇 再看一次 黃色的保持節 這漂亮耶 夭壽 看得好心動喔 然後 我要拿我的包包出來了 好 好吧 我的包包在這裡 我的貼紙在這裡 然後我們進去 哈囉老闆娘 嗨 哈囉 啊老闆咧 老闆咧 剛才有試車 剛才有試車啊 你給我們觀眾朋友問一下 你好 哈哈 公子 你兩個公子 兩個公子今天都在 來到黑色的製程 當然也要先找一個老闆 給大家問一下 大家好 哈哈 我今天主要來就是 我們之前 不是有做那個活動說 對 我們這邊就是友善店家 就是有送貼紙 對對對 然後你在黑色的貼紙 不要說黑色的貼紙 台中的貼紙 要愛小萊姆最新款的貼紙 對 來來貼紙 好 來這裡可以 來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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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時候要記得喔 是兩大張一小張 兩大張加一小張 好 OK 所以我們無限量供應了 你不用煩熱 要記得 來家裡做老闆 送車喝咖啡喝茶 拿貼紙 對對對 哈哈哈 感謝你 感謝你 好好好 現在來母一日遊 我們到了哪裡咧 友輪車業 友輪 這是那個Shack的 那個總代理 那當然 我們要來幹嘛 當然一樣是來送貼紙的 哈哈 所以我們今天 很開心的來到這裡 哈囉 老闆你好 給觀眾朋友問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 友輪的老闆 老闆 老闆 你好 老闆 他說 我們現在去台東 我們在台東地區 如果要我們小萊姆的貼紙 來友輪拿就有了 OK 來我們這邊 我們就會免費送給大家 好 可以嗎 可以 最近 最近應該不錯吧 記得這裡 我們這裡有什麼東西 尤其是Shack 最主要的是Shack Shack的總代理 你去來這裡參觀 對啊 沒有這久沒來 今天全天都在這裡 謝謝啦 哈哈哈 好 那我們上貼紙 走吧 OK 今天呢 萊姆一日遊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來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去屋子的製程 然後再來就是去 其實我有去那個騎士館 但是因為我沒有拍 然後到最後是去Shack 郵輪總代理 然後我最主要是送貼紙去 然後今天也非常感謝 我們神秘人 開他們這隻新的泡車 把我們帶來四個鐵頭 今天我們大概就 就到這裡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準備回家了 欸 Go 回家了 結束任務了 還是要打馬賽克嗎 還是打馬賽克好了 好 他的臉還是把他打馬賽克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準備回家了 今天呢 今天的萊姆一日遊走到這裡 你會記得 最初會記得 如果打那些音樂 要記得給我按讚 按訂閱 要記得給我分享出去 那如果沒有打那些音樂 就 訂閱我的音樂 你就自然就會打那些音樂 對不對 對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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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 a way Find a way Find a way